107全年度全国中华杯舞龙舞师锦标赛 4月19日在新竹市立体育馆盛大开幕 副市长沈慧红特别到场给予选手鼓励 同时感谢中华舞龙舞师总会会长许文栋 对舞龙舞师运动的付出 他推展这项的项目不遗余力 因为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到大 甚至进入社会之后在运动当中 享受到整个的单纯的运动乐趣 那办了一个比赛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有荣誉心 我相信一个幸福城市 以健康跟运动为出发 才是真正的幸福 林志坚市长推广运动 孩子的运动不遗余力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舞龙舞师的项目 除了是节庆当中的欢乐以外 也可以带给孩子们成就感与幸福 中华杯舞龙舞师锦标赛 连续五年选在新竹市举办 今年度吸引了全国各地共55队 1100位运动员参与 才在年龄层更从小学生至大学生 甚至社会人士都有 中华杯舞龙舞师在新竹市举办 已经联系五年了 中华舞龙舞师我想从小学 国中到高中大学社会组的比赛 我想每一年的比赛成绩 一年比一年好 队伍一年比一年多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 都脚在军事室才在承办 也得到全国各县市的舞龙舞师 所有的各委员会的肯定跟支持 感谢这个裁判 裁判长 以及我们秘书长的工作人员 我想这个羁绊有助于将来 在我们中国的国粹 舞龙舞师能够延续下去 学舞龙舞师的小孩子 永远不会变坏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选手们的奋力表现 使得舞师的动作越发生动活泼 舞龙舞师富含意义深远的 传统文化底蕴 期许能够代代相传 让更多人认识这项珍贵的 台湾文化资产 海波新竹简淑期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